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妈妈说 老师说了什么故事呢? 妈妈问 是华盛顿看樱桃树的故事? 云云说 因为她诚实地承认错误 天天说 她的好品格让她成了美国第一个总统呢 天天说 爸爸妈妈没希望你们成为总统 但是希望你们是诚实的好孩子 妈妈说 我们会的妈妈 天天和云云说 单词练习 老师 老师 今天 讲了 诚实 故事 知道 什么 说谎话 对的 真的 坎 樱桃树 承认 承认 错误 品格 美国 总统 希望 好孩子 接下来让我们用正常的速度念一次吧 什么是诚实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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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讲了一个诚实的故事 天天和云云一静门就说 那你们知道什么是诚实吗? 妈妈问 我知道 天天说 诚实就是不说谎话 云云云说 诚实就是做对的事 说真的话 天天说 你们都很棒啊 妈妈说 老师说了什么故事呢? 妈妈问 是华盛顿看樱桃树的故事 云云说 因为她诚实地承认错误 天天说 她的好品格让她成了美国第一个总统呢 天天说 爸爸妈妈没希望你们成为总统 但是希望你们是诚实的好孩子 妈妈说 我们会的 妈妈 天天和云云说 大家都学会了吗? 但是我再诚诚說很egal